最近PokeMMO進行更新後推出了一個新春活動 今次這條影片講解一下新春活動的一個小心得 在這裡感激HKMK和WKHK各有份跟我一起參與這個活動的人 因為這個新春活動是需要組隊的 2至4人,最少2個,最多4個 而這個活動時間也比較長 在這裡就開始講解一下新春活動的一個流程 四人組隊,然後去到七寶士的PC左手邊有兩個特取出來的 一個是青蛙可以換獎品 另一個是一個活動的人,按進去就可以進入活動 當所有人按定之後就會隨機抽重 屋內有四個隨機道具給大家用,一來就可以用道具 沿途的時候會有精靈可以觸發戰鬥 一路擊敗他就是這個活動的目的、目標 精靈有三隻的固定位置,可以稱之為擋路重 擋住大家走的 另外其他的話就是隨意走動 即是他會走來走去,有機會周圍看 戰鬥也要注意的是 觸發戰鬥的時候,如果附近有隊友 隊友是有機會強制給加入的 這一點要注意 因為後期大多數都是單打 後期大多數都要單打,因為後期的敵人都比較強勁 前期頭幾個彎就要看情況 要決定你是單打還是雙打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活動其實建議有兩個隊友有溝通 即是聊天軟件 用來說話 其他打字都沒問題 當然最好就是四個都有溝通 四個都有這個海米溝通 沿途精靈會基於十二生肖而排 例如第一波是老鼠 下一波就是牛 如此類推一直排下去 這個精靈我都會貼上有什麼蟲 例如第一波有老鼠 即是比加超那類 有什麼 另外如果精靈是否異常狀態 或者技能PP不夠的時候 都可以去到神社換取曾經打敗過的精靈 好啦 當這個去到第四波的敵人的時候 會在以上的位置出現一個小的勵士風 或者一個小的紅包 紅包的作用就是將所有隊員的精靈進化 以及增加努力值 可以進化的精靈就會補滿PP和血量 而不能進化的話就沒有影響 即是不會補PP和補血 這些要注意的 當這個新潮去到第七波的時候 將會再次出現一個小紅包和一個神獸炎帝Boss 然後期後每三次就會出一次炎帝和小紅包 這個大家要記住 而這個炎帝Boss也是一些人的目標 因為只要打到他就可以得到一個幸運洪順風 而幸運洪順風我自己認為大獎就是一個閃光符 作用就是增加閃光機率 在2019年2月11日 閃光符的市場價格是192萬左右 其實都比較貴 是挺貴的 只要抽到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發財 但是既然有大獎當然有小獎 甚至是安慰獎可以抽到 有一個角色的煙花 還有其他作用的符 例如這個淺符 經驗符等等 新年燈籠出場的特效 這些獎品 這裏就不一一說出了些什麼了 這次這個影片的心得就是 如何打贏這個閃帝boss 首先閃帝boss是一個雙打戰 閃帝的隊友就是鳳神犬 當中鳳神犬比較有威脅性 因為輸出比較強 比閃帝強 而閃帝就比較弱勢一點 但是閃帝就會使用鬼火 減輕我們物理的戰力的輸出 比較安全的組合 其實就是火焰雞 鳳神犬或者... 火焰雞或者鳳神犬 加火爆喉或者肯泰羅的組合 只要其中一個隊友是火系 另一個不是 閃帝就很大機會 對這個非火屬精靈用鬼火 而肯泰羅就可以使用這個睡覺 來解消傷 火爆喉就可以在第一關使用守護 這兩隻都是普通的 所以閃帝很大機會用消傷 好了 肯泰羅睡覺或者火炮用守護 來拖延會一回合 譬如肯泰羅被燒傷的話 就可以立刻睡覺 而火爆喉呢 只可以在第一回合使用守護 來爭取多一回合 防止中燒傷 對了 而鳳神犬 鳳神犬的話就可以在第一回合使用神秘守護 保護隊友 這招技能能夠保護隊友 避免進入這個異常狀態 對了 或者是直接掘地 因為鳳神犬的掘地對火屬性是有克制的 所以可以做到很高的輸出 火焰當然是直接使用輸出 不用問 還是用格鬥技先把鳳神犬殺掉 只要鳳神犬殺掉 炎帝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炎帝就比較弱 比鳳神犬 而其他組合就有雙鯉魚龍的組合 不用多說 一樣就用這個滾水 先把鳳神犬殺掉 其後就可以了 再說第三個組合 就是這個馬利盧麗加鳳神犬 鳳神犬第一回合一樣用神秘守護 守護馬利盧麗免受燒傷的狀態 馬利盧麗就在一個無燒傷的狀態 一路水流分射到圓場 可以注意神秘守護爾一路持續 好了到第四個組合 去到後期之後就可以使用噴火龍 加肯塔牛打炎帝波士 這兩隻我想都要比較後期才會出現 噴火龍 噴火龍用岩斌 肯塔牛用鐵頭弓 先消滅了鳳神犬 一樣都是 基本上所有組合都要先消滅鳳神犬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 都頗穩定 噴火龍加肯塔牛的組合 因為岩斌加鐵頭都有機會令對方畏懼 而岩斌打兩隻更加是一個 挺好的技能 以上就是我打炎帝的組合 可能其實還有其他組合 可以用的 但我覺得用這四種 已經可以瘋狂輪迴了 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可能打小怪的時候 要記住不要走太近 這個是一個很致命的錯誤 大家要注意 如果想多賺一點就是靠這些心得 以上就是一些心得 各位 祝各位抽到自己想要的獎品 亦都趁這個新春活動祝各位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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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